我们在家房这个行业的话呢 做了有三十几年的沉淀 那对于我们的话 我们会进行思考 家这个层面的话呢 还有哪些方面是我们可以去提供给消费者更好的服务 以及更好的体验的 眼前的这位台二代名为杜君毅 和父亲在大陆打拼已有二十余年 在打造了知名家房品牌傅力真今后 今年他开始把公司经营范围 从家房扩展到家具以及床垫类别 目前他已成立家具公司 并组建设计与营销团队 四千平方米的展厅也已军功 他表示大陆经济韧性强劲 长沙的良好营商环境让自己流了下来 我们享受的大陆这二十年以来的话 快速发展的过程 应该是说我们搭上的这个快速发展的并程 一九七七年出生的杜君毅在台湾长大 从小拼爱中华传统文化 热衷学习名越 他介绍家族企业最早的根 是三十四年前父母亲在台湾台南 创立的一家小规模家房企业 一九九五年 其父亲杜福元首次跨越海峡 到湖南考察市场 第二年就选择在长沙县投资 96年的时候陆户在长沙县 到2003年的时候 刚好流氧高新区的话 他在招商引资 所以我们就在那时候 把那个长沙县的工厂 搬到了流氧高新区来 然后从2004年设厂 一直到现在 杜君毅告诉记者 2001年他先在台湾厂里实习 掌握相关行业支持后 才正式在大陆公司任职 从基层做起 涉及采购销售等多个部门 公司稳健发展 他也逐渐成长为新掌门人 目前公司在流氧的生产基地 有200多名员工 大部分是当地人 其中近半数员工的工龄超过10年 杜君毅说 随着大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对居家生活用品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 他坚持在产品中 融入传统磁绣 将中华文化的传承 与道地手艺融捏在一起 并赋予美好寓意 同时升级原材料 加大成本投入 进行环保健康理念 疫情爆发后 杜君毅还带领员工 修炼产品设计 空间规划升级等内功 同时积极往线上转型 开拓直播销售 经过努力 其公司2021年的生产经营业绩 已赶上疫情前的业绩 销售门店数量也在稳步增加 开到江西 湖北 贵州等地 杜君毅表示 来大陆于20年 他明显感受到 这里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他告诉记者 政府有关部门的现场办公 会经常开到厂区 还有定期走访 帮企业排优纾困 疫情期间 也享受到了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 刘阳市政府给他颁发了企业家绿卡 他可以每年到刘阳市的医疗机构的话 做一次这种全面性的健康检查 可以享受比较便捷的灯 护肌 那还可以让我们能够带领我们家人 朋友 在节假日的时候 到旅游市的所有的景点 能够享受免费的游览 如今 杜君毅已是湖南女婿 两个儿子均在长沙读小学 父母亲也在长沙一样晚年 他表示 中国人很注重家的概念 他们一家三代将扎根在第二故乡湖南 杜君毅相信 十四五时期 台胞台企在大陆发展将获得更广阔的空间 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